消失在主流視線狠狗的資深老演員們一旦突然被送上熱手 多半是壞消息 輕失生病 從則去世 又有一位資深老演員突然演繹了一幕人生無常的悲劇故事 因為一個小小的意外 居然嚴重都引發去世 消息突然都讓所有人都沒想到 去世的演員叫李瑩有一個看名字不認識 看臉狠熟悉的老氣骨 死因肯讓人唏噓 原本前幾天只是小小睡了一覺 覺得沒什麼事就沒去看醫生 甚至還他絕了朋友的探視 沒想到過了幾天病情突然嚴重 讓朋友聯絡不上他 上門找他後發現他躺在床上已經意識模糊 且臉大於清清自己惡心不惜 朋友第一時間報警搶救 終究還是醫治無後寸報死亡 兩位女兒因為都在香港 未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 李瑩兩名女兒沈永廷及Vivian也有發文悼念媽媽 表示希望下世再續無女圓 李瑩死信傳出後 一眾香港明星老友都不敢信 鄭修文連續發文悼念 劉重人更是大受打擊 陸葉配過《我門很少》提及 之前只覺得是個普通老氣骨 原來曾有過那麼風光的過去 還有華麗的戀情 有大明星前男友 甚至還有很多不輸大明星的離奇故事 李瑩退休組 所以錯過了讓當代電視劇觀眾特別熟悉的機會 但哪怕作品不多忍退多年 提到作品 還是能讓大家落馬想起來? 他事業巔峰在麗的電視台 加盟TVB已經是後期 這隻短短拍了幾部劇就收山 但每部劇在當年都相當成功 李瑩在1970年 報考麗的影星培訓班 他畢業後 增加入配音組為卡通片配音 之後才正式成為演員 拍攝了多部人氣劇集 順即成為當家花彈 他當年還獲安排與鐘叮噹 南鳳 以及盧愛連組成四人女子音樂組合紫荊花合唱團 他後來憑借出色的表現 受到高層的賞識 開始演出電視劇 並迅速成為麗的電視台的當紅女星 1973年 在首部作品出現丫鬟角色 獲得陳洪烈提携在電影《衝天炮》出現女主角 繼而奠定電視台當紅花彈的地位 陳洪烈曾在採訪時表示 李瑩長得漂亮 演戲有天分 唯一不好的是名字過於男性化 最少有三個朋友叫李瑩 另外兩個是男性 曾建議李瑩改名 李瑩當時少有名氣 一旦改名會被五認是新人 因是遠距 1994年李瑩 參演了電視劇《阿歲早晨》 主角是黎明 李以洪 古天樂 孫勸 李瑩在戲裡演黎明的媽媽 搭檔黃占演夫婦 其實劇也就是94年的意義 感覺沒多遠 可一轉眼已經這麼多人都去世了 劇中李瑩 黃占 夏萍都不再了 1995年李瑩又演出了《親恩情未了》 這部劇嚴格來說 他算得上靈魂主角 講述一個苦命母親 為撫養兒女犯罪在奴 出獄後 重新尋找五個孩子的故事 劇中李瑩的五個子女女 有鍾翰梁 還有鄭秀文 原本以他的演技 只要在TVB當勞無拍戲 觀眾心中的情懷老氣骨 必須得由他一個位置 但愛迎看起來 傳統的李瑩本身 卻是一個非常瀟灑跳脫的人 一直不走尋常路 人生也是喜喜復步 李瑩氣點很高 是被當成花膽捧的 演的是女主角 走的也是顏直路線 用現在話說出道 就是資源小花 跟很多後來的一線男演員 都情侶當然出過 可能事不上鏡 戲女看起來造型慢成熟 甚至有點老氣 但同期男演員 都跨李瑩現實中 是個很美的大美女 劉重仁更是和李瑩 有過一段七年的戀情 當年看起來 還是挺郎才女貌的 劉重仁與李瑩 是一起進入賴的電視台 掌相靚賴的他 備受男生喜歡 其中就包括劉重仁 不過當時劉重仁還沒有名氣 體氣不足 於是 劉重仁開始將重心先放在事業上 謝歲氣英俊的掌相 被監製李少雄賞飾 他的演藝之路 開始順風順水 剛出道就在作品《東陸中》 飾演了男二號 開始斬路頭角 如此一來 劉重仁變和李瑩漸漸走到了一起 兩人談起了甜蜜的戀愛 可隨著劉重仁的演藝事業 開始一路飛躬 他和李瑩的愛情 卻開始走向了結束 劉重仁和李瑩是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李瑩喜歡結交朋友 懂得享受生活 而且特別貪玩 而劉重仁則比較安靜沉悶 所以兩人在生活中 經常吵架半咀 有一次 劉重仁回到家後 發現李瑩和一群朋友在家中開Party 而劉重仁並不知道這件事 看著家裡一片狼藉不堪的樣子 劉重仁失憤氣憤 他直接對李瑩說 下次再有這種情況 你應該提前通知我一聲 要不然我突然回家 大家都會很尷尬 兩人因此鬧得很不愉快 感情也隨之出現了巨大的裂痕 最終 性格極度不合的兩人遺憾分手 結束了長達7年的感情 不過分手後兩人關係 卻保持相當友好 貴圈現實版的再見亦是朋友 至今兩人都還經常聯絡相聚 活動想遇到皇會開心自拍 這次李瑩突然虛世劉重仁 也試狠受打擊 看起來像一夜沒睡 凌晨12點曝文說 我們不是3月中有約嗎 怎麼真的走了 同時上載一張對話截圖 曝光了與舊愛李瑩的最後對話 可見早前劉重仁曾向李瑩送上 看年祝福表示 大家帶來 之後李瑩回覆劉重仁 早晨 剛回到家好凍咧 3月中回港再約你探先者 劉重仁回覆 又走了 似乎不捨好友如此發回加拿大 而李瑩透露此趟回港 是為了處理一些文件 早上7點又發了一片 怎麼真走了 連續兩條微博看著讓人唏噓 轉回正題和留從人分手後 李瑩沒有繼續搞事業 疑似走向了完全不同面 他於1984年 與相戀中數個月的商人沈海見閃婚 並於1988年移民加拿大 隨即生了兩個女兒 並退圈移民 但結婚8年後 李瑩又主動選擇了離婚 說大家發現不適合再一起了不如就分開 強行再一起也是不快樂 為了給女兒更好的生活 李瑩也曾一度回流香港 復出娛樂圈拍劇 但產量並不多 人氣也不及當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李瑩的女兒沈永廷 曾在2004年 參加過香港小姐選美比賽 而李瑩的好友王淑儀 成為了沈永廷的推薦人 當年她和大家屬之的徐子山 朱惠敏等人都是同屆港姐 此事沈永廷在港姐比賽中 並沒有獲得好成績 遺憾落選 不過她還是拿到了KVB藝人合約 正式入行 由於沈永廷身材特別豐滿 當年她的曝光率還不錯 而她在劇集《學景出間》中 飾演的《學景藍泳絲》 也算得想是她最具代表的螢幕角色之一 可惜自2009年決定在原約後 離巢KVB轉頭押視 2009年 因李瑩與英皇老闆楊修成關係好 威尼曾簽約英皇娛樂 成為力捧對象之一 為可惜她之後 已轉功為由主動提出解約 之後更轉行做空姐兩年 擔出娛樂圈 括達看待星圖的態度 都視和媽媽一樣 不眷連拍戲 也不稀罕當明星的李瑩 年輕時被無數男明星追過 年紀大了愛情也依然瀟灑 2021年67歲的李瑩 還被拍到和摩漢起來 只有30歲左右的男青年 在餐廳甜蜜藥會 呈到農事還當眾親吻 恨是震驚了一把吃瓜群眾 她自己卻覺得小事異議 莫必要大驚小怪 最緊要做人開心 身體健康就行 生活態度能這麼孤獨 人生也確實舒適瀟灑 去年69歲的李瑩 還氣引發作 回港拍電影客串演出了一把 沒想到復出不過幾個月 人就再加大拿意外去世了 媒體人汪萬寧法文透露 李瑩生前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天至少要喝六支可樂 她的離世 或許也與她每天至少喝六支可樂的習慣有關 隨著人的年齡逐漸增長 骨吉密度會逐漸降低 關節也會變得相對僅硬 這意味著一旦出到 老年人更容易發生骨折 而大量的渴可樂更是隱形的骨吉威脅 過度涉入可樂會影響蓋的吸收 從而增加骨質疏鬆的風險 長期缺乏足夠的蓋質支持 骨吉將變得脆弱 移於發生斷裂 而李瑩離世 正是出膠後沒有及時就醫 最終引起各種病發症導致的 所以很難說她的離世與此無關 華麗的開始突然的結局 李瑩這輩子都挺戲劇化的 在公理現實的娛樂圈 只有粒粒舉星的人生才配稱得上取燦 但實際上點點繁星也有她獨特的光芒 來過 走了 被記住 也不枉此生 願她能一直灑脫 也希望她的家人只該順便 最後祝一路走好